男子惊讶地发现 自己捡漏逃来的二手沙发 只要轻轻拉动调整角度的把手 时间就能倒退到一分钟前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是否准确 他一口气干完一瓶啤酒 完事后随手往地上一丢 再转动做一把手 果然 新的啤酒又出现在桌上 他笑着接过啤酒 再次一饮而尽 经过多次验证 他终于确认 这个二手沙发能将时光倒流 于是 他做了大家都想做的事 拿出珍藏已久的电脑 输入赛狗网址 再将电视切换到赛狗频道 等冠军出现后 直接拉动沙发把手 回到比赛开始前下注 就这样 原本只有7美金的账户 瞬间涨到了1000美金 这个男人就是阿伟 随着钱逐渐增多 他也有了花钱的底气 直接点开了平时不敢点的购物网站 也不用看价钱 开始大肆地买买买 一番剁手后 阿伟开心极了 并暗自为上午的决定点赞 原来 这天早上 他正悠闲地吃着早餐 偶然看见一则旧物处理信息 抱着简陋的心态 他寻着报纸上的地址 来到了二手交易市场 在这里 他一眼就相中了角落处 一个真皮二手沙发 不过想起兜里并没有多少钱 只是坐上去试了下 发现确实不错 这时老板直接和他说 9块9就能带走 男人一听 还有这好事 二话不说掏出钱包将他买下 老板接过钱 一脸神秘地叫他小心点 还特意提醒了两遍 不过阿伟并没有太在意 旧沙发就是得小心使用 可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云笛声 等他回头往后看时 只看见停下的白色汽车 其他什么也没看到 他站在原地并没多想 直接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带回家 期待着老婆回来后能夸自己 男人一口气干完一瓶啤酒 将瓶子随手一扔 紧接着转动沙发把手 下一秒 新的啤酒又出现在桌上 他笑着接过啤酒 再次一饮而尽 原来这个神奇的沙发 能够将时光倒退到一分钟前 他从旧物市场将沙发带回家 悠闲地看着电视 这时门外传来动静 他赶忙关掉电视做好 推开门 进来的是怀孕的妻子 见妻子注意到这个沙发 他赶忙解释 但妻子明显不感兴趣 还问他有没有去买婴儿用品 他心虚地解释说没有 妻子听见他的回话 生气地回到厨房 见妻子离开 他又拉下沙发把手 顺势躺了下去 可就在这时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关掉的电视 又重新播放起了节目 就在他还满脸疑惑时 妻子也再次从门口走了进来 这下他更疑惑了 难道是出现了幻体 晚上 他将这个奇怪的沙发搬到储物室 继续思考着白天的事情 顺手端起杯子想要喝水 但下一秒就被烫得全部喷出 慌乱中不小心将杯子摔碎 这下完蛋了 他拉动把手躺在椅子上 想彻底摆烂 可没过多久 就惊奇地发现 桌上的杯子已经回到原位 滚烫的茶水正冒着热气 一连串怪事下来 他心里有了想法 于是盯紧墙上的时钟 再次转动把手 发现时间不多不少 刚好停留在一分钟前 第二天一早 他把沙发再次搬回客厅 等妻子推开门出来 他赶紧坐好 兴奋地向妻子展示着沙发 还告诉对方这是一台时光机 妻子一脸疑惑 只当他是开玩笑 转身就要离开 这时他急忙拦住妻子 还想向他解释 却被对方严厉地呵斥 指责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他连忙坐上沙发 看着妻子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他决定证明给对方看 于是直接转动把手 将时光倒流 可是却忘记了 将时光倒流后 妻子也不会记得之前发生的事 看着空无一人的客厅 他努力调整好心态 等妻子开门进来 用更加缓和的语气 和妻子解释沙发的神奇之处 也畅想着今后能利用他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但妻子却给了他当头一棍 对方不仅不相信他 还认为他很自私 没有做好当一个父亲的准备 将来也会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被指责的男人一脸伤心 看着妻子出门上班 他思考了很多 最后缓缓坐到沙发上 准备再次时光回溯 向妻子道歉 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 你会用它来做什么 男子从二手店意外逃来就沙发 发现居然可以让时光倒流 他决定向妻子道歉 于是他转动把手 时间回到一分钟前 妻子推开门进来 他一脸伤心地看着对方 回忆之前两人的美好生活 妻子看着他伤心的模样 严谋安慰他 两人重归于好 等妻子走后 阿伟坐在沙发上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也下定决心做一个好父亲 这时 他突然想起之前逃救市场 那个爬在树上的小女孩 在汽车鸣笛声过后 并没有见到她的身影 猜想对方可能是被车撞了 他摸着身下的沙发 有了他自己完全可以改变这一切 他下定决心要当一回英雄 将小女孩救下 说干就干 随着他来回转动把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天黑了又亮 把手连接处也冒起了白烟 最后整个人直接弹了出去 等他回过头发线 地上的沙发已经消失不见 他看了眼时钟 发现正好停留在他之前离开的时间 于是连忙向外跑去 好在及时赶到了那棵树下 小女孩还在费力地往上爬 在他摔落的那一刻 顺利将对方接住 他看着离开的小女孩 开心地笑了 转过头发线 一旁的二手市场 另一个他正在购买当初的沙发 一切回到原点 突然一辆白车驶过 直接将他一把撞飞 而另一个自己 正转过头往这边查看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时间仿佛进入一个循环